我上边摸鱼的时候喜欢 没事了就看看书少的 有的人他是喜欢打游戏的 我觉得打游戏也挺不错的 游戏可以就是 你打的比较好的话可以打做直播吗 是吧 之前我在富士康的时候就有一个家伙 因为打游戏打得非常不错就去 哪个家伙传队的打卢啊卢 但是我觉得看出他是一种甜点 我现在我就看了书看的比较多 现在就是说我就像一个文化人啊 最近看的出是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 我的同事也非常喜欢这本书 现在他没怎么看他说这个封面还挺好看的 这是这个余华的成名之作 就余华说说他刚刚写下18岁出门远行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这一辈子的叙事方式就是用这种 这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讲的是他18岁了 然后他的老爸让他出去闯一下 然后他就出去闯了一下 就发现啊 这个世界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然后他遭受了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 非常天马行空的事 对他的人生 有一些启发 当然每一个人看书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像我的话 我是比较肤浅 我只会去看他表面的故事 我从来都不会猜测作者想表达什么东西 对 这也是导致我高考语文这个考了八十个的主要原因 没有办法做好阅读理解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人家 我不说了 开始讨生活了